上之后他自称他的机车不见了 就停在东风街这边的机车阁 但是警方在那边调阅监视器 怎么看就是没有看到他经过 最后经过台北市停管处 才知道他的车停在三公里外的那一边 警方白忙自己也吓了一跳 都是因为虽然像无知一体台报道 另外这次道路的设计不良 可能造成意外会频繁的上演 有民众投诉说他在台中的福音路 还有三名三段交叉路口 他就和另外一台重机车发生了碰撞 导致于双载机车还有有人都中摔 后来才发现民众说这里常发生车祸 质疑就是设计不良 导致于意外频繁 这其实骑到这个福音路这个路口 不知道该怎么左转带转 因此和直行的车辆会常常发生车祸 今天头条的奥文让淡水的民众吓坏了 怎么会有人把市区当成自家飞直升机呢 这危及到公众的安全 我们来看到是之前为您报道过 有人把市区当自家偷飞直升机 造成严重的居家安全危机 民众目击到这是未在新北市淡水新市镇的一般道路 您可以看到直升机就在这边违规的起降 甚至还载乘客呢 造成当地的居民恐慌 那么检警后来成立了专案小组 昨天就前往龟山机场 逮到了这名驾驶 原来人家是桃园的大地主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那么最新消息是经过询问之后 已经依违反民用航空法预令五十万元交报 好也因为当时R兔兔直升机 就直接在淡水新市镇仕途降落的地点 距离知名的餐厅叫做海中天的董事 王先生的住家实在太近了 让他一度被怀疑 你是不是直升机的主人啊 他今天受访喊约说 哪有可能不是我啦 那么这名董事之前 就是和张飞等人一起投资了海中天 当时是淡水非常著名的地标 从啤酒屋啦 再到打保林球馆 甚至是SPA 都是他一手经营 连刘德华也来过 那么不过张时因为2016年 因为地主把土地卖给建商 也让海中天企业走入历史 那大家都误会了啊 他也开飞机 你没有这个事套就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再来看到这是教育业龙头 他做了最不好的示范 康轩文教集团的董事长李万吉 他9月初的时候呢 从大陆返台 他不好好居家检疫 6度外出遭到开罚百万 那么现在康轩可恶的是 还开除了当时检举的员工 那么现在反弹声浪就四起了 有不少家长就发起退出潮 甚至就连全教总的李市长都指出说 你康轩从事教育产业 做了非常恶劣的反教育行为 要求你康轩集团 向社会大众道歉 否则不排除要发动全国的教师 干脆拒用康轩 康轩会被抵制 除了董事长李万吉 他居家检疫多次外出之外 关键就是疑似 藉由吹哨者事件 康轩施压女员工 他先是扣员工奖金 然后锁电脑之外 外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康轩竟然在公司的电梯门口 指名道姓员工 引发员工的离职风波 好对此我们就来看到 新北市长侯友已经说了 一定要保障 康轩劳工的权益 现在双方会找 劳资双方进行协商 空军司令部就特别公布了一架 运八还有运九的照片 根据了解其实当时 共机靠近的时候 竟然不甩我国战机的广播区里 甚至共机还回响说 你们台湾飞机 不要干扰他们的正常行动 诺贝和平奖出炉了 今年得奖者是联合国的机构之一 世界粮食计划署 那么诺贝尔委员会声明中表示 粮食计划署致力在对抗饥荒 冲突地区要促进和平 以及防止饥荒成为战争中最大的问题 因此获奖 那么今年和平奖的大热门 也包含了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纽西兰的总理爱尔登 以及环保少女的女童贝利等等 不要忘了美国总统川普 曾经也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不仅没得奖 好 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甚至已经到了战争边缘吗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 他在8号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说他要让阿富汗的驻军回家 一做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 开战的准备 甚至同时有专家指出 目前选情落后的川普 可能会以台美建交 作为十月惊奇 以达成逆转身的目的 不要忘了美选还在持续当中 川普在确诊之后 第二场的电视辩论会 究竟该如何是好 现在变成两档攻防的焦点 他一听说是要视讯来进行辩论 川普立刻say no 他拒绝了 他说这样子很奇怪 而且还建议说 后面两场辩论会干脆延期算了 但眼看不要忘了 大选只剩下20多天 拜登阵营 当然是不愿意随川普 随之起舞的 那么现在呢 川普在确诊风波之后 闪电出院 目前看来 其实对选情来说 都是有限的 他也急着宣告 他要重返美选的造势活动 第一站选在哪呢 就是最大的摇摆州 佛罗里达 四座烟囱 喷出大量红色病毒 不但罕见的媒下标题 连Time四个字母都快被病毒淹没 讽刺意味十足 对于鬼中心综合报导 看美国 我们再来放眼到南韩发生了重大火警 来看到这是卫山式的一栋 柱商混合大楼 整栋起火燃烧 火怎么会烧得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在强峰的柱长之下 一时间很难进行灌救 再加上整个建材原来都是易燃的材料 所以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整栋大楼 您可以看到烧成了火柱 商榜员一共是花了12小时的时间 才扑灭了火势 虽然没有人员死亡 但是多达88人 宋益抢救 回到国内宜兰的东山乡 在刚刚也发生了火警 警校已经赶到现场 但是您可以看到是一片火海 赶紧步水线进行抢救 还好是没有人员受困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是资源回收场 堆放非常多的易燃物 怎么会突然起火燃烧呢 目前还要等待火吊科 进一步离情 突发意外 同样在傍晚的时候 高雄的凤山大辽一带 无预警的大跳电 而且停电时间已经长达一个半小时了 初不了解是影响到4万户的居民 赶紧追尽情况连线给记者陈立婷 来告诉大家 立婷 你骑车要是开车玩手机的话 当然会被拦下开单 但是这名骑士完全不甩人家远警 甚至还牵车 碾压警察的脚 怎么这么过分呢 台北市这一名骑士呢 他当时等停红灯在玩手机 女警就把他拦了下来 要求对方交付证件 对方假装交了 但是突然间又想要骑车走了 女警挡在前面 他居然是念压警察的脚 甚至汽车逃逸 还好警方现在已经火速将人逮捕 一位高家瑜 最近被乡民封为是港湖胖虎 意思就是爱唱歌 但是不太会唱 最近他就自爆说呢 有人送了歌声的消音器 希望他多加练习 高家瑜在受访的时候也苦笑说 收到这样礼物的人 应该会蛮傻眼的 好像是收到一面镜子 要别人照照镜子 最近他也有点心里受挫 不想再唱歌了 说到消遣娱乐 国庆烟火 今年是在台南的余光岛 有民众就开发自家的顶楼 提供给摄影爱好者 来抢拍烟火 一个人收费一千块 还有婚宴餐厅呢 推出了套餐 能够在平台观赏烟火 有民众就租借了自家顶楼 给摄影爱好者 就是要来抢拍国庆烟火 吃放点就是在这个方向 业者开放领海大平台 要让民众尽情地拍 尽情地观赏烟火 这里可以容纳超过一千人 但是我当天可能 因为我十二岁以下 小孩没有收费 所以加小孩 我预计可能是 大概三百个左右这样 另外重点要问中印边界 现在冲突升温 印度军方为了要对抗解放军 紧急获得财政授权 他们会从七月底开始 大规模地采购外国的军火 最近跟跟俄罗斯谈判 已经俄罗斯的军火 对于印度军队来说 如虎天意 电 美国大选究竟谁会胜出 我们要从浙江的义乌 开始说起 这个地方以盛产小商品为名 靠着竞选商品的制造量 他们被封为叫做义乌指数 被外界视为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观察指标 根据最新报道 其实现任川普总统的相关竞选产品的制造量 还有2016年一样高于民主党的对手 我们再来看到英国的建筑公司 最近正在建造一栋房屋 很特别的是 他们建造的过程通通是透过机器人 而且只要两位人力辅助 所以呢可见机器人大幅减少人力需求 但是现在工会提出了抗议 认为未来恐怕都会影响到建筑工人的生计 到住房 最近有主办单位推出100户的平价宅 非常受到民众的欢迎 每天都有十通的询问电话 在这里开发的平价居 对它开发的平价居 是不是选择 有什么事 出发的平价居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